王德山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 他害怕天黑 害怕回家 害怕潘宁静对他有任何威慈 他只能不断地给妻子买各种名贵的礼物 以缓解两人之间不可言说的矛盾 可是第二年 年轻的潘宁静开始张罗着要生个孩子 王德山吓坏了 如果潘宁静真的生下了孩子 那这一辈子就脱不了肾了 王德山越想越怕 考虑再三 2013年底 王德山瞒着潘宁静 偷偷地到自治区人民医院做了绝育手术 就在王德山极度郁闷的时候 一封儿子王子鹏的来信 重新点燃了王德山的希望 2015年1月 23岁的王子鹏给父亲写了一封几千字的邮件 对2012年那次荒唐事件做了深刻的忏悔 他说 老爸 我错了 错得太离谱 那时候我太年轻 希望爸爸您能原谅我 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王德山叹了口气 给儿子回了个信息 唉 过去的事啊 永远过去了 你好好学习 我还指望晚年靠你呢 父亲太不容易了 特别是得知当年父亲 以一桩婚姻为筹码才稳住了潘宁静 王子鹏更是久久的沉默 班上 王子鹏说 爸爸 你以为我做了太多 我马上就毕业了 到时候 我接你来国外生活 离开那个让人伤心的地方 至此 等儿子学成后 接他出国 成了王德山生活中的曙光 他开始找人 帮他偷偷地转移财产 还变卖了多处潘宁静 不知道的房产 同时 瞒着潘宁静 跟儿子开始了频繁的电话往来 2016年8月 王子鹏从伯克利大学毕业 他告诉父亲 他在美国谈了一个青春靓丽的华裔小女友 准备去意大利工作 女友也要跟着去意大利 他希望父亲也一起移民到那儿 王德山一看时机成熟了 决定一边想方设法尽快离婚 一边办移民手续 2016年年底 王德山躺在床上 扮出了一副虚弱的模样 对潘宁静说 你还年轻 不可能一辈子不要孩子 但是我身体不行 也不可能怀孕生孩子了 这样下去 拖累了你 我在心里也过意不去 我们还是离婚吧 我没有什么能补偿的 除了我送给你的一套房子和车子 再给你三百万 王德山恰到好处的表达 让潘宁静真的心动了 2017年1月中旬 王德山和潘宁静启动了离婚程序 一天 潘宁静临时回到家中收拾自己一路的衣物室 客厅里的坐机响了 他接起来 竟然是大使馆打来的电话 潘宁静一下子懵了 王德山原来是调虎离山 自己去意大利和儿子团聚 他顿时觉得自己被当猴耍了 非常的气愤 觉得王德山一定还有事瞒着自己 他翻箱倒柜的时候 又撬开了王德山一个上锁的抽屉 竟然发现了 王德山在自治区人民医院 做绝育手术的病例 原来这一切都是王德山自编自导的骗局 想以自己没有生育能力为由提出离婚 将他一脚踢开 潘宁静气急了 他立马给王德山打句电话 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阴暗的男人 王子鹏强帮我的账我还记着 你等着吧 我一定会在网上把这事公布出来 连同你今天的所作所为 王德山害怕了 不管他怎样哀求 潘宁静都不理会 他拿起收拾好的东西 转身就下了楼 潘宁静回了自己的公寓 王德山几次约潘宁静详谈 但都被潘宁静拒绝了 王德山最后一次给潘宁静打电话 他提出再追加补偿一百万 求潘宁静放过他们父子 起料再次遭到潘宁静的嘲笑 哼 你现在拿一千万我也不会让步的 你就等着臭名远扬吧 我还要告你儿子强奸我 潘宁静手中握着的定时炸弹 随时都会引爆 王德山越想越绝望 2017年1月25日这一天深夜 王德山冲动地闯到了潘宁静的公寓里 掏出随身携带的尖刀 向潘宁静胸部连刺两刀 直到潘宁静没有了呼吸 并伪装成抢劫现场 然后转身离去 26日早晨 潘宁静母亲与女儿联系不上 向警方报了警 这起命案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 沙伊巴克区分局刑侦大队法医 确定潘宁静的死亡时间后 半民警通过走访 调取了小区门口的视频 将嫌疑人指向了王德山 虽然案发当晚 王德山穿了一件大衣 还特意戴了一顶帽子 将脸部遮得很严 但是从王德山的走路姿势 警方最终仍将其锁定 2月13日 王德山被杀区分局刑局 目前 此案仍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 而等待他的 也将是法律公正的审判 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到这儿 就画上了句号 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继续关注